我大概每兩年就會固定 燒一下你們的搜身 來看一下自己東西的眼鏡 女星Selena 可以算是名人搜身的常客 每回來套包包 都帶給大家不少歡樂 除了剛入手的精品 也有許多平時愛用的小屋 充滿Selena的個人風格 現在就一起來看看 她從17年以來 包包的眼鏡過程吧 今天呢就是 我剛剛在看鏡子的時候 猛然就覺得 Ava怎麼有一點像是OL啊 她穿的是 那個有一點合身的西裝嘛 所以我就跟大家說 我這個如果是上班族 一定是告誡主管的啊 哈哈哈哈 Selena每每來到蘋果名言搜身單元 都為讀者們帶來了不少笑聲和歡樂 這回啊 她穿上迪爾綠洛西裝 搭配浪漫蝦裙扮演幹臉OL 這樣從未當過上班族的她 過足了癮 好想體驗一下 因為看了很多劇 你知道都是 講一些上班族的 我就覺得 喔我都沒有過過這種 上班族的正常的人生 超久玩我的生活 所以今天算是滿足了一點 自己的這種影頭吧 然後系上一個這個腰帶 是我在穿的時候 我自己提出來的 因為我發現 就是你的比例就可以調整嘛 像譬如我現在帶到 趕快來看看她的新寬Lady Delight 包包裡面有些什麼好物吧 首先第一個登場的就是這個 梳子 哈哈哈哈 方案有點超大的 我最近是剪短啦 之前是長頭髮 非常容易打結 可是這個梳子真的很好出 你只要從髮尾梳上去 幾乎不會斷髮也不會掉髮 所以我就是很推薦大家 就是梳子的話你也可以好好的選 然後我還會最近的心頭號就是這個 這是Dior的金翠再生玫瑰圍島精露 因為它是精油精華質地的 所以它有像是精華油一樣的豐潤 可是你推開的時候 就非常非常好吃收 味道也非常好聞 你在塗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人 就很像在一個玫瑰花園一樣的 浪漫仙女 這個是 我現在也是 每個包包都一定會有的 它是一個環保袋 真的我真的很討厭大家 我真的那時候買的時候不覺得它好 最近常常用的時候 發現它真的太好用了 先假設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買這個東西這樣 對 然後是我買了一個 這麼漂亮的一個包 然後我要走的時候怎麼樣呢 我就這樣一拉 我就可以走了 你也沒想到一個購物袋 就可以讓大家覺得這麼的驚艷 一起看 是不是很棒 你就不用那邊摺摺摺摺 然後有時候線又沒有對齊 你的線又歪掉 因為以前的摺線已經不見了 你這個環保袋 就再也折不回原來小小模樣了 這個環保袋 我怎麼 因為我是真心的喜歡它 我有一次用了之後 我就發現 哇怎麼那麼好用 然後最好笑的是 有一次呢 我回我媽家 然後我就買菜回去 就放在那邊 我忘了把它帶回家了 所以我那天發現沒有之後 我很慌張 我立刻就在家庭調電視裡面留言 我說爸媽你們有沒有在家裡面看到一個 粉紅色格子的環保袋 他們就一定覺得大驚小怪 我就立刻打我說 這是我用過最好的環保袋 這是我用過最好用的環保袋 它現在不見了我真的很難過 請你們一定要回去幫我看 然後後來我就想想 我覺得我也太誇張了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個 但是就是因為它很好用 然後又很好收納 好這一段有點太長了 還有什麼 有環保袋就一定也會有環保袋 對 其實就是我都是用不鏽鋼的 比較不會容易自身吸進去 然後又好清潔 你看分量 洗得像銀器一樣 因為都是我主意幫我洗的 然後現在一定要隨身攜帶就是酒精 所以我是那裡都會帶著一個酒精 然後這個呢之前好像我隨身也都會帶 它就是一個扇子 像睡銀大哥剛剛又很熱 對不對 這時候就扇子一拿出來就可以了 它就是說小空間小小的很方便 這是我在網路上買的 還有什麼要介紹的 錢包要嗎 好啊 我們去檢查它裡面有多少錢 啊 我這個人錢可不是只在錢包裡面 為什麼又要長家呢 因為我就之前都是用短的小的 那錢都要對摺 後來有一天我就覺得錢這樣好可憐 它都被我摺一半 它應該不開心 你看這樣一張一張的錢 它是不是就看起來就很開心 而且你的就兩千塊 我超喜歡兩千塊的 因為這樣你的錢包就可以省空間 你看同樣我如果帶一萬塊出門 我如果兩千塊我就只要帶五張 你要帶十張 所以我就發現錢這樣直直的放 然後感覺他們都很開心 然後我都很喜歡我的錢包裡面是新操 這兩張五百塊是酒操 等一下很快就把它花掉 我覺得新操就是有一種 你知道星星的很漂亮的很乾淨 裡面就是有Pinky的照片嘛 然後還有一個朋友送的一個財神爺 到底是多想要賺錢 就是像一個財神爺 然後這是Pinky 所以希望財神爺跟Pinky 可以保佑我平安 然後賺大錢 Selina是一個念舊習悟的人 隨身包裡的許多東西 都充滿歷史的痕跡 不只化妝包跟了她好幾年 裝環保塊的束口袋 更是當年晉寶出生時的明月裡呢 它這樣有比這個 這樣有腿長嗎 我今天帶的這個呢 是我最近的新頭號 就是寶格力的這個水桶包 這個呢 你能看到它的這個水蛇皮 就是有一種珠寶的光澤 覺得閃閃發亮自己很喜歡 蛇 我怕不怕蛇啊 好像還好耶 我記得以前你知道在一些 綜藝節目上的時候 就是會背過那個大蟒蛇這樣 這樣 我不記得我沒有背過 但我記得我摸過它 它就是很冰涼的一個觸感這樣 所以你屈指大蟒 也沒有我沒有 但是對於這種小的 你知道咿咿咿咿咿這種的蛇 就是青竹絲啊 會講得好像我見過一樣 那種我就會怕 因為 因為其實蟒蛇 好像沒有毒嘛 它只是會把你勒死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因為我想說 都會在電視上看到的 應該不至於有生命危險 這個是我的錢包 對因為 如果你期待我拿出一個 是名牌錢包的話 當然我是有 可是我覺得最實用的就是這個 我後來找到這個 它是有三格的 你可以看到 它有一格可以放現金 這個呢就是可以放零錢 那第三格的部分 我就可以放大量的卡 所以就是找到進階版的錢包 然後又可以偶爾這樣提著 所以這個我已經用到呢 它也是有一點歲月的痕跡 但是我還是捨不得換 你用多久 因為上一次收分還沒有嘛 所以應該一年多 再來呢 我一定也都會帶就是環保塊嘛 那這個是那時候 進保的 滿月禮盒 隨油飯贈送的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很方便 因為 我其實裡面已經換成我自己習慣的餐具了啦 我這個人是很喜歡用就是不鏽鋼的餐具 連這都要介紹 這個你看它的套子可以重複使用 不是重複使用 我都已經丟洗衣機洗過很多次了 就是洗過很多次 所以可以維持它的乾淨度 你看到我已經騎了毛球了 好多包裝包喔 這個就是 我如果真的 就是它也可以當手帕 然後裡面呢 放的就是我的 是鏡跟衛生紙 然後一個小的香氛 你看金箔的香氛喔 就是Selina的味道 所以Selina的味道是什麼味道 給你聞一下囉 我跟你講 就是精油的很香 但我忘了它的基調是什麼 你不要問我 然後再來這是我的眼鏡盒 對這也是我 就是這一次跟我們家人去 普吉島的時候買的 泰國就一定會要那個嘛 買的這個叫什麼 馬 喔 不管 然後這裡面就是我的墨鏡 我覺得陳家花應該做過一模一樣的動作 因為我知道它名人收聲也都非常的冗長 戴上墨鏡就是整個人就會 我的音調會比較平靜一點 那是氣勢 可是你知道我最常戴墨鏡是什麼時候嗎 就是我早上出門的時候 因為出門要準備去化妝 所以我是一張大素顏 你一定要的就是墨鏡 因為它會讓你進去任何的片場或髮廊的時候 人家就知道你是一個大明星 我在工作場合 我就一定要有一個這樣的配備 可是其實平常的話 我能不戴我會盡量不要戴 因為一戴 你那個明星的氣勢是押不過 接下來要香寶 我跟你講 兩年前它就存在的 而且真的都是歲月的痕跡 因為它一樣好用啊 叫我怎麼捨得拋棄它 它是什麼 它就是化妝包啊 你知道女生的化妝包 就是等於一個宇宙 然後眉筆 我是一個很在意 眉跟唇的人 在我的眉唇之間 你可以感受到我迷人的氣息 所以眉毛很重要 唇也很重要 唇 我覺得那個比我赤裸 我可能還要更慌張這樣 就是你會覺得很像赤裸 你的化妝包裡面有13樣東西 你說頭頭這邊放的嗎 對 所以啊它是不是真的很好用 它就是一個小宇宙啊 你有曾經出門忘記戴過化妝包這件事情嗎 其實出門如果真的戴化妝包 我不會太慌 但當我發現我今天沒有戴到任何一支唇膏的時候 我真的會很慌 你自己出門最主重的唇膝劍 耳環 耳環 我一定會戴耳環 再匆忙 就是 再隨性的 當然樓下刀垃圾不會啦 所以耳環是你造型的安全感嗎 對 有幾次我精心打扮好 然後真的出門之後發現 我就覺得我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就我是忘記戴耳環 那一整天我都覺得我整個人是灰色的 因為我很愛講話 我可以用我的言語 讓你忽略我的眉毛 就是耳環跟裙膏都沒有的狀況之下 我回家 我一定會回家 你不回家你還會幹嘛 但如果耳環跟裙膏只能選一個 唇膏 還是唇膏 還是唇膏 我就一直這樣啊 但至少我嘴唇色很好 嘴巴很滋潤 哇哪來的正妹背影幾把婚 正面也是幾把婚啦 請問這位正妹平時都怎麼穿搭呢 其實我每天都會戴飾品 就是耳環是絕對絕對必備的 我有一種病 就是我看到耳洞 有兩個 耳朵上有兩個洞 卻沒有穿耳環的時候 我覺得渾身不舒服 當然手上也要bling bling的啊 這是Hebe送我的生日禮物啦 我在打開的時候 我就眼睛就眼眶就紅了 我就大哭這樣 我自己其實真的是 沒有收過任何一個人送過我紅色盒子 我就 眼睛就充滿淚水 因為今年我的姐妹兩個真的非常疼愛我 Ella大手筆的包下了 就是台灣第一名難訂的餐廳 就宴請我 然後還有讓我請我身邊的姐妹 那一整晚就是她包 她買單的 然後Hebe就是送我這兩個戒指這樣 她就說不管怎麼樣 其實他們對我的愛依斯都陪著我 所以我早就嫁給了他們這樣 就是我早就是他們的老婆 所有姐妹的老婆 所以我就覺得非常非常的感動 很有意義 然後這個呢 我記得是有一次我在香港宣傳的時候買的 就是一個手環 然後它就是一個笑臉在這裡 我忘了是什麼牌子 然後就是有一個笑臉 然後又是粉紅色的 所以我覺得非常非常的適合我 只是這種手鏈啊 麻煩的地方就是像你這邊有沒有有一些虛 所以譬如你在吃麻辣鍋的時候 它就沾到一點麻辣鍋醬汁啊 吃火鍋的時候沾到一點醬油辣椒 它這個錶它就叫卡布里錶 它的牌子就叫卡布里 上面的鑽啊就是彩色的 然後是士華路基水晶的鑽 所以就很可愛啊 如果覺得女生看到這就會心花這麼棒 有愛心 然後又有各種顏色 然後衣服 衣服 衣服是一件非常有選機的衣服 所以我正面看呢就是一個良家婦女 後面看就是一個良家婦女的朋友 然後放麵風景 就是它就是看起來就是一件毛衣 然後軟轟轟的很舒服這樣 所以今天是有點涼 所以真的冷的時候其實不能穿 後面這樣怎麼好穿 最近很常背的包包 顏色很特別 那時候去店上選的時候 我本來想要買黑色或深藍色或深綠色 所以我知道有這幾個紫色 可是它沒有 但它就拿出這個顏色我想說 這個好像豬肝喔 還是鴨鞋那種類的 剛好那些穿的是牛仔褲 然後我沒想到一杯一條捏去 很搭很搭 來看裡面有什麼 這個很健康的 健康的人一定要帶的是水 然後還有手機買 還有化妝包 充電器 面膜 加眼鏡 富瓜霜 富瓜霜超重要的 而且它就是一條万用膏 當我今天可能 我只能快速的出門 再選擇一些東西 因為錢包當然很重要 錢包手機跟整個骨骨這樣 我一定會帶的 它可以當護唇膏 然後當我的有些 關節有點乾燥的時候 它也可以使用 然後當你被蚊蟲咬的時候也可以 稍微被劃到一點有點劃破的時候 想傷口也可以用 所以我是一個還蠻怕熱的 因為身體的散熱比較不好 所以我隨便就會帶這個 這根手給你們知道嗎 我好劈喔 歌迷做的 補植這杯錢包整不整齊呢 還算整齊啦 其實我在結帳的時候都會有一點誇張 就是會這樣整點拿出來 然後譬如說今天我要付錢 我就會這樣數一下現金 所以其實是蠻狼狽的 而且零錢是不是要全部倒出來 對 如果我要拿零錢的話 我就要這樣全部拿出來之後 然後這樣數 然後說今天結帳多少 喔12 然後就這樣找零錢 可是重點是因為它真的就很方便啊 然後裡面還有一個是 呃 城隍廟的平安符 都會把它放在身上 這個就是我的名人搜身 那希望大家滿意 滿意什麼呢 希望不會被快轉 希望不要被快轉 一定會被快轉啊 太長了 我怎麼沒有 希望不要被快轉 絕快轉 希望不能被快轉 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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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轉